好,我們準備進入各位開始學理化的第二個計算題 重量百分濃度 OK 兩種以上的存物質 弄成了一個均勻的混合物叫做溶液 這裡的一個keyword叫做均勻 就是內外大家全部通通都一樣 那麼這個叫做溶質跟溶劑 等一下跟解釋 那我不喜歡講溶質跟溶質 我喜歡講糖跟水 糖加水 糖加水變成糖水 OK 那麼我們這個溶液是三連水 就是水質邊的 我們平常看到的都是液態的 但是呢實際上它不見得要是液態的 它可以是一個固態的像合金 我們也會叫青銅合金 銅錫合金 那個是固體加上固體 出來的還是固體 我們會跟各位講的叫糖水 糖水當然是一個固態 一個是液態出來變液態 你也可以講它是酒 酒就是酒精也是液態 水也是液態 拔在一塊是液態的酒 對 也可以講空氣 比如說氧氣跟氮氣 氣體加溶化 它也是所謂的氣體 所以呢外表上它可以是固態 液態可以是氣態 但它都叫做所謂的溶液 叫做溶液 兩個以上的玩意 弄得均勻的混合物 我們就稱之為所謂溶液 不過我們大部分都國中幾乎只考慮液態的部分 國中只考慮液態的部分 其他都不理它 OK 第一個 我剛剛講過一個名詞 有所謂的溶汁跟溶液 溶液就是溶解別的 糖溶於水 水溶解的糖 那水就叫做溶液 那我們通常習慣上是第一個 如果有水的 水一定當作溶液 即使水比較少 水也當作溶液 如果沒有水 看誰比較多 A跟B混在一起 A比較多 A就當作溶液 這叫做溶液 OK 這叫做所謂的糖 糖 糖 那麼其實叫做水 糖加水就叫做水 水溶液 那麼被溶液叫做糖 還溶液 被溶液叫做糖 比如說 鹽巴就在水中 鹽被溶解了 酒精溶在水中 酒被溶解了 或者是 就是想過 有水就是水當作溶液 沒有水就是看誰多誰當溶液 另外一個叫做溶液 叫做糖 那麼一個叫糖 一個叫水 所以還要做所謂的糖水 那麼文言文叫做 溶液加溶液會變成容易 文言文叫做溶液加溶液會變成容易 所以我比較個人偏好講話叫做糖加水 糖加水會變成糖水 糖加水會變成糖水 OK 這樣比較簡單 然後這叫名詞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有哪一些種類 一種叫做真溶液 真溶液就是那個溶液啊 顆粒會拆得非常的細小 塞在那個溶液的縫縫裡 它基本上會是透明的 我只說透明 我沒有說無色 硫酸銅水溶液是真溶液 硫酸銅水溶液是藍色 藍色 所以我只說它透明 我沒有說它無色 我要無色 所以這叫做真溶液 顆粒很細小 分布很均勻 那麼另外一種叫做 膠態溶液 就是那個溶液的顆粒比較大顆一點 感覺就卡在那個中間 然後很大顆 左塞一點 右塞一點 然後分布比較不那麼均勻 那個光照過去之後 會有一條光路 會反射一條光的走的 那個道路要放在那個光路 像牛奶啊 冬薑啊 這樣叫做所謂的膠態溶液 這個溶液 還有一種叫做懸浮溶液 這個溶液其實並沒有真正的溶解 它就是顆粒很大 它並沒有真正的溶在 它是漂在裡面的 漂浮在裡面的 那如果你放的時間夠久 它就慢慢的會沉澱下來 比如說沙子 又在水中喇喇 也看起來渾渾的 可是你放久那個沙會沉澱下來 這我們就叫做所謂的懸浮溶液 這叫做所謂懸浮溶液 所以呢要跟你講溶液分做三種 真溶液 膠態溶液跟懸浮溶液 那我們平常考試題目上的大部分都是所謂的真溶液 那是真溶液 那你也不要管 可能知道名詞就可以了 那水是一個很special很特別的東西 它可以溶解掉很多的物質 他們用高中的化學校就是有所謂的溶解極性或者非極性啊 什麼之類的都可以 它是一個很不錯的溶液 可以溶解很多的物質 但是也是沒有辦法完全溶溶溶 比如說它又不能夠溶解沙拉鹽 好 所以溶溶水就叫做所謂的水溶液 不能夠溶於水的 溶在別的東西上 比如溶在甲本啊 溶在酒精啊 那叫做所謂的非水溶液 那麼我們國中沒有特別跟你指明 我在教的是溶於酒精的 我在教的是 烤的是溶於甲本的 沒有特別說 我們通通都是在考水溶液 因為我們也基本上也只教水溶液而已 所以沒有說就是水溶液 溶液就是水 所以這邊跟你介紹了一下溶液的定義 就是糖加水變成糖水 是一個均勻的混合物 然後溶液的種類有真溶液 膠態溶液跟懸浮溶液 注意一下真溶液就可以了 然後有所謂的水溶液跟非水溶液 沒有特別指明 我們教的都是所謂的水溶液 就是有關於溶液的基本概念的部分 OK 下面算天外飛來一筆 跟各位講一下擴散 擴散呢就是它分子呢 不斷的運動 那麼從濃度比較大的地方呢 跑到濃度小的地方呢 最後呢變成分布的均勻 這個現象稱為擴散 那麼右手邊的圖呢 有跟各位稍微做一下圖示 大家跑啊跑啊跑啊 然後跑到最後分布很均勻 這個現象之後擴散 然後呢就是最後就是大家 就是大家會不斷的運動 然後呢最後變成很均勻 變成均勻之後還是會繼續的運動 所以它運動是一直都存在的 永久都存在 然後呢氣體分子也會有擴散 比如說這邊有人灑一點香水 然後大家都聞到香味或者是放一個臭屁 聞到那個臭味要擴散 那有一些專家會告訴你說 那個不全然是擴散 那個如果只有靠擴散 沒有那麼快可以聞到味道 不過這種偉大的學位 我們就當做不知道就好了 就是我們通常跟你舉例啊 就是一杯水滴個墨水 那墨水就擴到全部的杯子 當我看到那例子 那要擴散 我們就把它當做擴散 然後不要再去挑剔去分辨 其中有一些微小的不同 所以這個例子 上面是實例 下面是跟你用圖示 這個糖放下去 就開始它會開始有些跑來跑去 跑來跑去 跑來跑去 最後會跑得好均勻 整杯子都是一樣 這個現象叫做擴散 然後呢 即使分佈已經均勻了 這個顆粒還是繼續在運動 永遠都在運動 不會停下來 所以隨時都在跑動 那就是一個 溶解然後擴散的圖示 上面是實例 下面是用圖示 跟你說說明 就要擴散一下 跑來跑去 那麼 就問了一個問題 誰不屬於擴散的現象 哪一個不是擴散 你覺得哪一個 B是毛細現象 國中現在沒有交毛細現象 就是類似你把一個那種 廁所那種長條的衛生紙 然後一端泡到水裡面的水就往上跑 那個現象叫做毛細現象 那麼其他的都是擴散 什麼百合花的味道啦 好一滴紅墨水啦 我講過嘛 Kelky人說這樣不只是擴散 因為靠擴散沒那麼快 就不要管他啦 不要管他 擴散 然後糖之類 這些都擴散 那只有 那個B的現象呢 是毛細現象 不屬於擴散 所以我們答案呢 要選的是B耳 OK嗎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